在跟自己的朋友相處的時候 你就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你的朋友們已經開始會有一些共同的話題了 怎麼感覺好像還停留在那種大學畢業 然後我在衝我的夢想追夢的感覺 我讓我的家人就是必須來一起 為我的夢想付出代價 他們會支持我 但是其實他們的那些擔心 他們是沒有什麼人可以分享的 大家好 歡迎收看英尼兒在 讓我們歡迎特別來賓 尋人啟示 大家好 我們是The WANT 尋人啟示 來 要給我自己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女中英 恰宇 大家好 我是東東 大家好 我是男敵 信迪 我是瑞瑞 大家好 我是東東 他們近期發行了一趴改論 要不要先來介紹一下這個靈感是如何 就其實我們在去年的專輯 第二套裡面呢 我們經歷了成長這個部分 那我們整個內容也在講述的是 我們從高中一直成團到大學 然後之後發了這樣 華人音樂裡面第一張阿卡貝拉創作專輯 過程當中我們自己也經歷了很多的成長跟變化 那我們也在發行了專輯之後 重新的再回過頭去反省這段旅程 也會有很多自我懷疑的時候 但每次我們在自我懷疑到最後 我們都會回過頭來想說 當初我們之所以做這樣的決定 跟做了這樣的選擇 其實也並不是因為每一個選擇 都會百分之百的引導我們走向成功 而是在其中我們有一些信念 然後有一些想要相信的那一趴 成為了我們堅持下去的一個理由 那我們也希望這張一趴概論的這個EP呢 裡面雖然我們都有討論迷惘 我們也討論迷失 但是生活當中何嘗不是那些小小的一趴 造就了我們每一個選擇而成為現在的樣子 所以就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些音樂裡面去 慢慢的發覺到說 啊我們真的不用好像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成功 或是百分之百的確定某件事情再去做 而是即使只有一趴的可能性 也去試試看吧 然後也去好好努力看看 那最後就有可能開花結果 好那要不要分享一下裡面的歌曲 因為其實這一張專輯就是 豆豆主要是擔任這次的製作 然後還有編曲部分 然後恰宇也有負責其中一首歌 哦對 的作詞作曲 要不來各自分享一首歌好了 各自分享 因為只有寫一首啊 對 可以先這樣 對對對 對啊 好我這首歌叫做《浪漫途徑》 然後它是一個很輕快的disco的曲風的一首舞曲 講的就是 希望在這個世界上面 我們其實到處都有隨手取得的聯絡方式啊 或者是社交方式 你一打開手機 你就開始社交了 可是當真正面對面接觸這個人的時候 你敢不敢跟他講話 你敢不敢跟他交流 這首歌來講的就是 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勇敢的 跟自己喜歡的人啊 或者是想要認識的人 可以勇敢的踏出那一步 跟他當朋友 豆豆我來分享一下 這一次我們做整張EP的時候 剛開始是因為有一首創作 就是這張EP裡面的最後一首歌《禮物》 《禮物》這首歌其實在講的 就是我當初在疫情的期間 然後台灣開始有一點好轉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說 哇 在多人都很辛苦的生活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可以自由的生活 然後可以面於很多的辛苦跟困難 真的是一件很值得祝福的事情 其實生活當中所有的一切 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它是不好的東西 但它可能對我們帶來的轉變 很多的失去也讓我們獲得了很多 所以生活當中每一件事情 如果好好的去看待它的話 它也可以變成一種禮物 請幸迪先來分享一下其他歌曲好了 那我來分享的是我們這次EP裡面的第一首歌曲 叫做《Lost in a City》 那這首歌曲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我們常見聽音樂的習慣就通常就是四拍子 這首是五拍 對 那這首這個呢是五拍子 因為四拍子就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節奏感 然後六拍子的話就有一種你可以跟著搖擺 比較輕快的感覺 然後它就介於這兩者之間 就有一點點 好像要快不快要慢不慢 然後就有點迷失的那種感覺 那就非常符合這首歌的主題 在這樣的設計裡面 我們也是加了很多的效果器在裡面 聲響上面你會聽到 跟以前我們聽那個很美的和聲啊 比較美聲的那種 Acapella 歌曲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你會聽到很多的效果 然後你會聽到很多的聲響 然後你會聽到很多的節奏感 不是單純的重唱的那種感覺 是完全好像有點變成樂團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像這首歌的 兜兜在創作上面的設計 就是從節奏開始 就先有節奏才有其他的東西 對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做Acapella音樂 或是大家習慣 聽到Acapella都是和聲很美 因為大家都說哦和聲很美 我們想說我們就偏偏不要和聲開始 我們就偏偏不要和聲 因為其實你們是Acapella 在台灣就是這個市場還蠻不容易 比較關注的可能大家會想說 歌頭戰或者是可能到金曲獎 得獎之後然後才會比較關注說 Acapella這個形式 然後來分享一下就是在台灣這個市場 其實這幾年 Acapella在在台灣已經有越來越 豐富越來越多元的狀況發生 然後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希望大家去 去看待Acapella這樣子的表演形式 就把它是當作是一種表演的方式而已 不是一個固定的風格 就是我們Acapella可以唱各種 你要唱古典 你要唱爵士 你要唱流行 然後甚至你要唱歌 Rock都可以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可以去創造說 屬於我們自己一群人其事的風格 所以我們才開始做原創 我覺得在台灣這塊現在還處於一個 越來越多團出現 然後有點像早期的那種獨立樂團開始 然後樂團就很多可能會有cover 然後會有會唱一些那個流行歌 但是比較少原創音樂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在做這件事情 也是希望說可以看到越來越多人 可以去做自己的音樂 去發表去講自己的東西 因為其實你們從2014開始 成立就是這個Acapella那個巡人其事這樣 那你們要不要分享一下 在那個時候其實真的一路以來很不容易 那我相信你們各自應該也有 很多感想想要分享 成立初期的時候 因為甚至有一些人 連Acapella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成團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想說 那我們就要先來做一些cover 找一些快智人口的歌曲 然後來更貼近大眾 至少讓它的廣度可以提升 讓更多人可以先去了解這樣的音樂形式 就是初期的時候 就是很大量的在網路上面發表了很多的cover作品 藉此也就是收穫了很多的路人粉這樣 但是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來做自己的歌 講自己的故事 那這個階段其實我們也碰到了一些瓶頸 就是發現說 其實那些路人粉就是會在你出創作的時候走光 真的假的 走的蠻多的啊 蠻徹底的 大家都是聽過cover是不是 對 cover還是最快帶來流量的方式 我們一直都很猶豫 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我們到底要流量 還是我們真的好好的 讓我們的音樂 讓我們享受的話 就是可以表達出去 我自己覺得很意外 就是像有一次我們去演出的時候 就有一個粉絲就過來 然後他就說 他在他很低潮的時候 他聽了我們那張第二豆專輯 給他非常多的力量 這件事情給我們很大的動力 就算很微小的事情 就算很多人覺得說 好像不一定會比較容易被停箭的方式 但是能夠住進一兩個人的心裡面 成為他們的 回憶成為陪伴他們的路 難道這樣的 這樣的付出不值得嗎 其實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是從去年 就2020我們才真的算是就是發了一個 發了創作 對 所以我們其實也算是 星團 對星團 大家不要太那個 然後一發專輯就拿金曲獎 沒有 你這樣也可以算是一個厲害的新人 這樣子 我當初其實最早是真的是從聖誕族群那時候 真的很早 很早 那真的很早 那是前面一兩支 對對 我記得好像第一台第二 可是真的真的讓我就是 很注意到你們的時候 是真的還是自己創作的 謝謝 發自內心的作品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能量不一樣 換那個姓迪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是前年在錄製專輯的時候 這時候加入群人 然後因為在更早之前的話 我就是因為大學有一個 課程 就是阿卡佩拉的課 然後所以就上了這堂課 然後組了一個團 然後就跟那時候 還是高中生的學生起是在比賽中碰頭 被打得落花流水 然後這樣 打不贏就加入他們 沒有啦 好啦 反正就是在那個時候 因為剛好那個 大家都已經從那個大學畢業了 然後準備從學生團 就是半個職業團轉成全職業 這段過程的時候加入 然後我們那時候的第一個目標 就是先把這張專輯錄好 其實學生從更早之前 就已經開始在做創作 所以這張專輯算是從 這幾年來累積了很多的歌曲當中 慢慢一手一手這樣挑出來 挑選出幾個適合我們這張第二道 想要講的成長這個概念的這樣 這幾首歌 然後把它串成一個完整的概念 分成三個段落 告訴大家說 你的成長過程中 我們可能會碰到一些挫折 然後會碰到一些覺醒的時刻 然後但是你有可能 開啟了新篇章之後 你接下來會在哪裡 你也是一個未知 希望說這張專輯 也是我們那時候 在成長過程的一些經歷過程 然後所以有了這些東西 就我們今年在出這張EP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直在講說 那你在成長過程得到這些東西 那你接下來下一步要做什麼 你的選擇是什麼 那你人生中碰到這麼多事情 你也不知道哪一個是最好的 但是你還是得 你面對的時候 你還是得去做一條路 對 Sindy是那個時候 原本他其實想說 他沒有要繼續唱歌 哦對那時候我已經沒有要唱 他也是在那個人生的選擇當中 就是被我們音樂感動 然後就是留下來 把他救回來了 我們把他拉過來 哦不 那時候我已經一隻腳踏出去了 哈哈哈哈 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就在講說 之所以會想要進行巡人 是因為大家都長得很好看 你怎麼好意思 這樣有點我很難接呢 之所以會進行巡人 是因為我很想看看 台灣的Acapella團 可以走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做音樂這件事情就是 有時候你真的很不確定 應該說做任何事情都是 你就不會知道說 未來會長什麼樣 然後尤其是做一個 在目前 從來沒有人做過的東西 目前至少我們在這個市場上面 還沒有看到這樣子的風格的音樂 和純原創的 這樣的一個Acapella團 所以我很想參與在其中 好 瑞瑞 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其實加入的時候 我還不是上台的團員 後來就因為一些原因 然後反正有跟動 團員跟動之後就 被拉上來 搶破拉進來 我們都是這樣子 原本這輩子 就是完全沒有想要碰這塊 然後因為我是離主嘛 所以我其實對什麼 什麼歌詞啊 太感性的東西啊 沒有辦法感受 對我真的很難感受 然後從前年錄製專輯開始 然後就是因為是創作的東西嘛 所以你要 投入更多自己的感情上的東西 然後才慢慢的開始 接觸著 掏心掏肺的部分 好難 但是就是 跟著觀眾的回應之後 才會越來越 感受到 對對對 然後在這次的EP裡面 唱的那個 我想留給我自己 也是超難的 每次都寫一些很難的東西給我 哈哈哈 我要講一下你那時候錄音的狀況 我錄了兩次 對 他其實已經 整首歌都已經錄完了 但錄完之後就是 覺得 好像哪裡 反饋 再錄一次 對 因為我們是一個人 一個人進去錄音嘛 然後那時候他先錄完之後呢 換我錄音 然後我一來到錄音室 就發現有一個人怎麼躺在地上 躺在沙發上面 然後就這樣 耍廢 然後就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我就說 他錄到生氣 對 然後到現在就是 演唱會嘛 就是快要到了嘛 然後洗澡的時候就想說 這裡要怎麼唱得要好 就是才會慢慢的 更能進入那個感情 所以我覺得一首歌應該就是 要聽過很多次 然後唱過很多次 你才會 才可以真正理解他到底在說什麼 東東 一直沒講話的 東東 對啊 對 今天今天很 今天很特別 不知道是不是我坐最旁邊 還是今天大家就比較長舌 今天一句話都沒講到 也不錯啊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啊 對啊 我覺得也蠻好的 對 就像我在音樂裡面 我可能歌詞也沒有那麼多 就大部分的時候都在 打鼓 對啊 我其實 一開始加入尋仁只是 我是創始團員嘛 我一開始是BBOX社的 然後 跟合唱團 一起參加比賽 然後一起表演 然後就眼睛這樣閉起來 欸 睜開然後 欸 就變成到現在這裡了 所以 OK 音樂上沒有拿什麼 我會聽不懂 就是一個一眨眼的過程 其實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就像瑞瑞一樣 沒有想說 欸 音樂都是 可以抒發我的故事 然後我有好多事情 沒有地方宣寫 我一定要透過歌曲 我要透過我的聲音 告訴大家 跟瑞瑞一樣是花了一些時間在 想說 樂團 這個工作 因為 BBOX它不只是模仿樂器而已 它還有更多的是 人的 才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 用這些 素材去想說 我要怎麼幫助歌曲去詮釋 我覺得跟歌唱一樣 是要花很多的想法跟心力的 對 東東常常會 聽到一些比較特殊的音色 之後他就會 去開始練習 然後你就會那一整個禮拜 都聽到他一直在發同樣的聲音 就從 對 從開始練團 然後吃飯 睡覺 然後任何時候都這樣 我沒有跟你睡覺喔 我們不要 謝忻說 OK 不好說 你們從 算是到正職做音樂之後 會不會 有什麼改變 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覺得全職在做音樂 就先 先講一些好處好了 好處的話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時間 然後我們可以 比之前 有更多的 機會去討論音樂 然後真的可以 全新的去做 我們現在在做的 這些事情 然後 曲子的練習上面 然後還有 創作上面 甚至很多效率上面 都有辦法大幅的提升 但是 另外一點相對來說就是 因為它畢竟是就變我們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想辦法去 靠音樂去支持我們 所以 我們會辦自己的演唱會 然後我們會去 去商演 然後我們會去接一些那個活動 我們還是希望說透過 我們把我們的音樂帶到現場 然後有 有更多人來支持我們 然後大家 去喜歡我們的音樂的同時間 也能夠給我們一些回饋 壓力也是蠻大的 因為就是目前來講 我們要好好的可以過生活 其實也是蠻難的 對 但是就是 如果音樂不花時間 就真的會沒有成果 尤其是 我們不能只是一個人唱得好 我們是全部的人都要唱得好 而且都要唱在一致的樣子上面 所以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花時間去堆疊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然後就像 大家可能會 很多人會覺得說 阿卡貝拉好像唱歌就好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團體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一張創作專輯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現在的這個樣子 真的是因為 我們比起把時間花在我們 做其他事情上 更多的時間是花在練場上面 花在練習 然後花在討論上面 然後這些人 花費成為了現在的成果 所以就是 要繼續努力下去 然後需要很多人的支持 然後也很感謝我們家人 都給我們很多的support 這樣讓我們可以持續的做這件事情 那個恰意要分享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說 因為像我們的年紀 通常大部分的人 我們在彼此相處的時候 不會感覺到說 我們的生活 就是在這個年紀 應該要有什麼樣子的目標 或者是方向 但是在跟自己的朋友相處的時候 你就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你的朋友們已經開始 會有一些共同的話題了 包括 結婚男生小孩 對 會發現就是 自己什麼感覺好像 還停留在那種大學畢業 然後我在衝我的夢想 追夢的感覺 那有的時候也會想 這樣是不是很自私很韌性的一個決定 我讓我的家人 必須來一起為我的夢想付出代價 他們可能會擔心我能不能吃飽啊 或者是我要做這件事情做到什麼時候 到底會不會成功 可是這些事情他們不會表現在小孩子的面前 他們會支持我 但是其實他們的那些擔心 他們是沒有什麼人可以分享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可以好好的做音樂 然後 好好的就是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 然後更多人來看演唱會 因為爸媽也會去看演唱會 然後看 就會看到說 底下有很多的粉絲這樣 對爸媽就會覺得很欣慰這樣 所以你們爸媽都是會去看你們表演 對 會 都很支持 我們自己的朋友也都 會拉來 會拉來這樣 因為怎麼講 我自己也覺得很感動的是 就是我們得金曲獎那時候 就很多朋友都傳訊息跟我們講說 看到我們堅持到現在 然後終於獲得一個成績 他們很感動 感覺我們好像幫他們完成了某一種 他們曾經沒有完成過的一件事 做一件沒有什麼人知道 然後也不太被人看見的一個小事 然後把它做到可以被大家看見 題目是在講說那個 工作嘛變成全職之後 其實你年紀算最小耶 對我其實 我其實年紀是最小的 那剛剛那個哥哥姐姐們已經 把一些重點都講過了 全職它畢竟是一個職業嘛 我們從學生團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單純的在講 音樂在講我們的故事 可是真的變成職業就 不是不是講給自己聽 或是講給團員聽 而是這個故事講給別人聽的時候 別人喜不喜歡 買不買帳 所以並不是你百分之百 你想什麼你想做什麼 都可以去隨心所欲的完成 會考慮到非常多音樂以外的事 我覺得這是變成職業之後 基本上大部分的時間 完全都跟音樂無關 完全的事情都跟音樂無關 你都要在想 我要怎麼包裝 我要怎麼宣傳 我製作圖片要怎麼做 影像誰來剪 腳本誰來寫 所以很多跟音樂無關的事情 是花更多的更多的時間 再去耗費你的心力 要不要來介紹一下這次演唱會 好 當然要 這次我們演唱會叫做 就決定是你的一趴概論 我們的整個主視角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在家裡各自 在疫情期間做的很多事情 但是現在我們決定要走出來 然後在演唱會現場跟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在這張 一趴概論裡面的所有的音樂 然後我們也會用現場的方式 就是帶上我們的效果器 在直接的嗨翻全場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1月8號在高雄Live Warehouse 1月21號在台北Legacy 售票網站在IndieVox 或是你可以直接去我們的IG FB YouTube 然後呢我們都會有連結 貼在那邊 大家直接去點就對了 最後要不要對你們的粉絲尋報說一些話 沒有話是不是 都會聽音樂 因為我們其實是很重視我們的尋報 應該說我們今天有求併應團體嘛 就是每次他們只要說他們想聽什麼 我們都會認真的參考 然後認真的去做 然後也很感謝他們一直以來 給我們很多的支持 然後很多人是從很早期的音樂 然後就算經歷了創作 還是一直跟著我們 然後也有很多朋友是因為創作而進來的 然後很謝謝他們相信一個就是 從來沒有看過的路 然後也謝謝他們相信 我們可以做出更好的音樂 有時候商演啊 或者是一些音樂季的時候 都會到場支持的那些人 真的非常感動 甚至之前有一些 有時候去到台東演出 都會有人特地跟著我們跑 其實音樂真的是一些一體兩面的事情 除了創作者 你還要有聽眾 這兩個都存在的時候 這個音樂他才會是有假的 好 最後喜歡群人騎士的話 可以到他們的FB IG YouTube去關注 訂閱 分享 然後呢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按讚 訂閱 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姐妹一起共識會不會 就是長吵架或什麼 喔 倒是真的不會 因為我很包容 她很包容 讓我可以找到 我也可以找到 要對 那我不會在一起